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生逆旅 坐着一条渔船 1990年到了台湾被判了三个月 因为算偷渡入境 对吧 然后很快求到了一个台湾的护照 就去了新西兰 在新西兰一待就待了16年 对 90年到06年回北京之前 就是中间 中间就是说 新西兰台湾两边跑 那么前面的一段是多半在新西兰 后一段在台湾就多一点 你觉得你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吗 是 年轻的时候是 那这16年不闷吗 但你累了以后 你就可以就是说 你也想安静一点 是不是情绪上也处于一个比较低落的时期 尤其是反差 就是你原来的高度和你现在的低谷 那么这个反差是让人非常难接受 很难去消化他的 理解 这他当年在中国 那可就是风云人物 这太太太火了 那咱们先接过这16年 我倒觉得从我那天就讲音乐 他去吃个亏 就是怎么大家现在不大把他当成音乐人 你知道吗 因为你干的其他的事情太显赫了 太多了 把它盖过去了 盖过去了 实际上他是华语流行音乐 我觉得也是一个启蒙人物之一 至少是 当年83年的时候到中国 很多今天大陆的音乐人最早用这个电子合成器 都是他教的 这我教完了 包括西方的一些个咪咪之音 都是他带过来的带子 给那个当时北京玩音乐的 全都我们在我们家听唱片八带子 八带子 而且你知道 徐老师你这研究文学的 其实他的这个歌词 很有他的特点 你比如说你像罗大佑的歌词 是那么一种字的 但是他的歌词 你说你也看不出什么台湾法 对吧 而且好像说话特别朴实 你看 这么简单 特别简单 但是这个简单里头 意思又特别无穷 我想他有一个歌词 是他最新的 不算最新的 就是在2006年 你第二次 你知道一个人在新西兰16年 允许你回大陆了 回北京的时候 回北京 没错 当时是什么时刻 他16年没有创作过歌 没有写过歌 我在新西兰16年 没法写歌 没有对象写歌了 新西兰人口 当时我去的时候只有三百万 对着猴子写 不不不 对着牛和羊 600万头牛 牛多 可能是800万头羊 人只有三百万 那真叫对牛弹琴 就能一不写歌 但是你看 就说这个歌是怎么来的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是你在香港 等这个许可 是吗 对 等签证 因为我是拿新西兰 护照进来 那么我就得在香港 我们的外交部 在香港的一个分数 在那个地方办签证 你一直在申请回去 是吗 我申请了好多年 都没有批准 就回大陆 对 没批准 可是我就说 上次咱们讲到 他的身份问题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你算台湾 台湾给你的护照 去的新西兰 对吗 但是你最后申请 要回的是中国大陆 嗯 这个是个什么 个前证关系呢 所以我说我这个人啊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客人 怎么讲 我永远是客人 我一生下来又是客人 漂流 就是龙 就是龙的传人 到了今生今世 就变成猴子了 漂 比如说咱们说 北京有很多人在北漂 北漂 对 你们哥俩在香港 我看你们是港漂 港漂 你呢是东南西北漂 我到处漂 到处漂 对 这种这种 这种就是说 漂的感觉 就一个字 很能够形容它了 嗯 就是说 从台北 啊台湾漂到了 比如泰国 我在泰国难民 呃也在过一段时间 那么 漂到大陆 然后又漂到 呃 新西兰呃 呃 到处漂 全世界到处漂 嗯 然后呃 有两个问题 对我来讲是很头疼的 就说 我我到底是哪儿的人 是 我都闹不清 好 好处是对任何一种主体文化 都有一定的距离 都能保持批判 坏处就是很难认同 哦 对 这个 自己找不到自己的 就是说边缘人 到处都是边缘人 这个边缘人不舒服的 嗯 边缘人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呃 如果你们两个人呃 呃 今天如果不把我当成是呃 自己人 我会非常 非常 强烈的感受到这件事情 你放心 啊 大陆很多人把侯德剑当做自己 哈哈哈哈 所以我回家了 哈哈哈哈 是是是 所以我在什么地方会感觉到最舒服呢 就是在大陆 就在北京 就在北京 然后呃 当然就是 比如说我回到我乌山老家 呃 就我父亲出生的那个地方 老家他又是四川吧 四川 哦 现在叫重庆了 现在重庆 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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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乌山老家呢 我们老家现在应该还有三千多直系亲属 住在啊 同一个县里面的还有三千多人 哎呦 八代同堂 你回去过 回去过很多次 呃 前两年还回去过 他这几年干什么呢 呃 就说哎 你你先说说你这个怎么活着呢 你第二次回到大陆 第二次回到大陆有没有点不能乱说乱动的意思 刚开始呢 就是说呃 我觉得就是说呃 最好别找麻烦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呢就是说多看 多听 少说 不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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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说的很好 不折腾 那么我觉得应该呃都看清楚 然后呢让自己也有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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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验的过程 比如说你把你买一条鱼回去放到你鱼衣缸里面 你也不能把它抓出来就蹦踪给放进去 那条鱼恐怕就活不了了 对啊 那么这就是我第一次呢 83年到大陆的经验 就是买了一条鱼 然后拎出来以后 直接就扔到一个水温 然后酸碱度和各式各样都不同的环境里面去 噗咚一下 那条鱼就不行了 好了 那么这次呢就是说 是把买回来那个鱼的那整袋水 连着那个塑料袋 一起搁到那个水煮箱里面去 放进去了以后呢 等到两边的水温都差不多了 再挤一点点出来 然后互相交换你的水慢慢的 就是慢热 或者说是随风潜入夜 润雾细无声 但是你这个怎么谋生啊 当年北京的百万富翁 二次回到北京 你靠什么为生啊 就是我们在台湾 就是有一个跟朋友 大家支持我做的一个公司 那么这个公司呢 它基本上是做影视的特效 这是一块 那么做电影的制作 这是一块 那么还有就是 做跟《易经》相关的这个出版 和这个网络上面的《易经》应用使用 基本上还有就是一些 跟音乐相关的 大概就这四块 哎呦 他说这个《易经》啊 我真想请他好好聊一聊 他说16年他在新西兰 干什么呢 也没有写歌 是吧 最后他研究了《易经》 而且我听到这个江湖上 江湖上有传闻 他用《易经》预测出了 好像是2000年吧 国民党会失掉政权 有误差 有误差 他对自己专业要求挺高的 你比较高 这个误差是 我写的是2001大终结 有一个政权会被终结 结果终结的就是国民党 是吧 他提前了 他提前了 有这个语书 世界末日也有提前 延后这个语书 还有就是 我是前面是这样讲的 就是说 1999 那么是确实是这个 台湾是有大的这个灾难 921大地震 921大地震 那就是很厉害的一个大地震 那国家地震局应该找你去 不 但我不知道那是地震 你只知道他有灾 但是 你不知是什么难 是用易经算出来 我不知道他有灾有难 那么我算的这个公式 是宋朝邵康杰的公式 那么我的来源 数据库的来源 是东汉末年一个交干 交世易林 那么对他来讲的易经 不是64个挂 是64乘64 是4096个挂 那么他被为每一个挂 下面写了四句 或到六句的诗 那么从那些诗里面 慢慢的把它给累积起来的 这个运算 运算就增加了这个很多倍 对对对 足以消耗在西西兰的16年 我们今天节目一播 咱们有好多审 热爱文化的审长 都得找你了 对 不但是我要强调 百家讲谈 我觉得该讲易经了吧 不不我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 我所有算不准的 大家都没说 对对可以讲讲 一半就这样 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用极枝水 汇圆酒精 年份端交 五井共酒 核心科技 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朋友不曾孤单活 一生朋友 你会懂 一句话 一辈子 一声情 一杯 卢州老教 特区老酒 我刚才谈到他的这个歌词 我等了半天了 你个06年那首歌 这都得拐着弯说 这有意思 我刚才说到他这个歌词 对吧 这歌词呢 现在说到了2006年 在香港 等着这个大陆的许可 能不能够回去大陆 这跑题终于跑回来了 最后当他拿到了这个 你当时是在香港的一个 我在香港 在酒店吃中饭 那么我是11点 大概50几分的时候 接到个电话 那么就是说 有可能这个 应该是批准了 好了 那么到下午2点05分的时候 那么就接到从香港 这个签证处打电话给我 说 胡先生你好 你的签证好了 随时都可以过来拿了 16年 然后你就一首歌就出了 一首歌就出现了 然后当时我2点钟的时候 其实我才刚起床 那么刚起床呢 这个我就 已经吃完了一点点中饭 然后就有点懵 就整个人是懵的 因为我已经在那一个酒店 在那一个餐厅 在那个酒店住了40天了 就是为了等那个签证 等了40天 已经40天了 其实当中其中有一段时间 我都完全没有把握 我能不能够拿到我的签证 那是 然后这个签证突然来了 来了以后呢 这个歌就来找我了 就来找你 文童 你要写我 你要写我 我心想说 好累了 我已经40天了 我能不能回去 去晚上再把那个整理出来 那歌说不行 必须现在写 就大概跟这种感觉 就是你 不晓得徐老师 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有没有这种 就是我突然想到什么东西 如果我不把他记下来 我一会再想 我会想不起来的 对 所以说是他来找你的 对 以至于要了个 很多人的重要的东西 都写在餐厅的那个点词 他就是餐厅纸 没纸 当时要了个餐厅纸 就写下这个歌词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说到戏轴上了 我想看一段他的这个歌词 你知道吗 可以翻翻这个人生的味道 转眼一瞬间 不知多少年 多少悲欢离合 假装没看见 你自己来念念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多少喜怒哀乐 突然涌上心田 你问我想不想 重新再来一遍 我只有望着蓝天 在白云间寻找你的脸 你的脸上有我的思念 你的思念有我的从前 我的从前就像在眼前 想要去亲吻 又怕被你发现 侯德剑唱歌听得多了 侯德剑朗诵听过吗 这个人生旷队啊 16年尽在其中 对于8090后的青年人 要加很多愤怒词 要加很多注解 他们才看得明白 他们以为你是泡妞的 就有我的一好朋友 在我们家 年龄跟我差不多 就是快60岁的人 然后呢 这个 我就放给他听 他还不是我的 这个真正就是说 一个很熟的 像孙缅 像刘索 这么熟的这些老朋友 不是的 他是以前我曾经见过一面 然后呢 就一面机会就到我们家 就又碰到了 然后就放这个歌给他听 他一听完了 就是听到一半眼 就开始掉了 他才听得懂 他的年纪就该刚好听得懂 所以咱们不禁又要听一段 听听 听听这一段 你的脸上 有我的思念 你的思念 有我的从前 我的从前 就像在眼前 想要去亲吻 用它为你发现 所以说啊 我现在就慢慢能理解 你为什么研究已经了 当年在这个新西兰的时候 在当时呢 就是说 我陷入了这个人生的一个 非常非常难以承受的 这个低潮低谷里面 爬不出来 就是说 我希望能找的东西 能够让自己能爬出来 那么这个东西 到底在哪里 那么 当时 我所知道的知识 没有 没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 那么 后来呢 就是说 把易经拿起来呢 就是 也有这个希望 就好像当年周恩王一样 居而眼周易 对啊 在游礼这个地方 周恩王如果天天大鱼大肉 当着皇上 他不管你周易是什么 是 坐牢里面 开始研究周易了 那么 其实他研究周易 他也是想脱困 解困 或者是 自己一些迷惑 对 那么自己的人生方向 到底应该怎么走 那我过去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总得去明白这事 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 有四种人 就是说 生而知之的 没见过 或者是 我们运气不好 没撞上 学而知之的有 我们班上的第一名 从小学到大学 他永远是第一名 轮不向自己 还不是我 那 我们至少 我希望能做一个 学而知之的人 而不要做一个 困而不知 不知的人 那么 所以在这个 这个 这种力量上面呢 这种情绪下面 就是 只要能够帮助我 解决 认识我自己问题的东西 我就批命 就批命 say 于是就算出了 国民党将要 十点 一经理有答案吗 我也很感兴趣 有 有 对 周期越长的事情 那么 事件 越明显的事情 他有 有答案 过去 有一句话 叫做这个 善意者不占 就不补 就是说 这个意啊 主要解决 自己的人生的疑惑 其实真正通了 这个意啊 未必 他的主要目的 在算卦 他的这个意理 对 你能明白 如果你能够 明白这个意理 你就知道 你现在什么卦了 那你 就可以知道 你前面是什么卦 因此 前面那个卦叫因 今天的卦叫果 那 你就对自己的因果 际遇 就完全的释然了 他就 你就找到一个 找到一个逻辑 那么 所以 你如果不喜欢 今天的果 请你改变 今天的因 哦 在我看来的 他得出什么结论 并不这么重要 但是 他的这种努力 很让我受启发 他不是他一个人 我 我 见过 认识 好多个 都是在时代的 大风浪中 在某一瞬间 被定格 但是事后 他们会避开这一段 然后去穷追自己的 另外地方 去找他的答案 我觉得他基本上 也是在做这样的努力 嗯 对 但是 我觉得还是 就是真正 就是说 是没有 没有 没有一个 很明确的标准答案 是没有的 没有 这个事情没有 但是有一个 事情是 你可以做主的 就是你的态度 你可以做主 就是说 你去面对它 你是 是你可以做主的 就你被人 踩了一脚 你 你哎呦 一声喊疼 你 这 允许你喊的嘛 嗯 那你的态度呢 我态度是 你踩我一脚 刚开始说 我是个男子 喊 嗯 我不能喊出来 可是你踩的太重了 我说 哎呦 我的妈 你怎么踩那么重啊 哥们 这叫反普贵镇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全球转机企业合作伙伴 还有啊 我怎么听人说 你有抑郁症 不是抑郁症 是什么 恐慌症 啊 这症太多了 还第一次听说 还有抑郁症 好了 简单解释 抑郁症 想死 对 恐慌症 想活 怕死 怕死 恐慌 得小 我也想到 我想象不出一个猴子 换抑郁症 我觉得猴子 就是恐慌症的典型代表 抑郁症 跟我们的国民性 是差别满一较 恐慌是个症吗 在西方是有就是跟抑郁啊或者什么东西 他有这个名字 你什么时候觉得你得了这个病呢 是很准确的 1999年的8月21号 我的生日 这么晚才知道 为什么那么清楚呢 因为当天呢 我是在香港准备要回台北 然后呢 在酒店里面 我就走下楼去 下楼去吃饭 吃中饭 然后我就觉得呢 哎呀 自己突然觉得 怎么 完全不对了 就是 眼睛也是 很模糊的 然后 这个也是晕的 然后呢 我就很勉强的 我说我是不是没有吃东西 滴血糖 然后 我就去吃东西 然后呢 可是菜 就是那种点心还没有端上来之前 我就插一点 一头就摘到桌子上 那我一下子扶着桌子 其实没有 没有真的撞到碗 我就强行扶着桌子 扶着桌子 我就考虑 几个可能 低血糖 低血压 高血压 梅尼尔症 在梅尼尔症呢 它会晕血 晕血 你不晕血 我不晕血 我会坐得住 梅尼尔症你就倒下去了 然后我大概想的是 这几件事情 我就赶快就扶着墙壁 爬回 爬回房间 爬回房间以后 把所有的糖 通通泡了热水 然后一喝 然后我们捂着被子 睡 觉得可能会好一点吧 结果起来稍微好一点 然后第二天就有飞机 就可以回台北了 那么回台北了以后呢 这个就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这个情况 需要求医了 求医 然后我就一直 有三个月都没有去求医 一直到921大地震以后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棍 文明起始度 他就很注意我 这个症状